我不是胆小鬼 兔小了,胆汁可小了 他好像什么都怕 这天,他去参加跑步比赛 杨老师举起了发令枪,喊道 哥叫各位,啪 枪响了,其他小朋友都冲了出去 只有兔小了,捂着耳朵蹲了下来 不停地说 哎呀,好可怕 其他小朋友都笑了起来 冲他喊道,胆小鬼,胆小鬼 早上,在幼儿园玩玩具的时候 淘气的猴小皮拿着小喇叭 在兔小乐的耳朵边使劲吹了一下 兔小乐吓得马上捂着耳朵哭了起来 老师看见了 狠狠地批评了猴小皮 猴小皮说 我哪知道他那么胆小 早知道就不跟他玩了 中午 中午吃饭的时候 兔小乐正在吃饭 突然地上有一只蟑螂爬过来 眼看就要碰到兔小乐的脚了 兔小乐一下子跳到小板凳上 开始尖叫起来 荒乱中 兔小乐还碰翻了猫小咪的碗 好好的一碗饭 一下子傻得满地都是 猫小咪生气地说 一只蟑螂儿女有什么好怕的 真是个胆小鬼 兔小乐在幼儿园胆子很小 到了家里还是什么都怕 吃晚饭时 兔妈妈要兔小乐去厨房 帮忙拿汤勺 可是兔小乐却空着手过来了 她说 厨房太黑了 里面藏着妖怪 我不敢进去 妈妈拉着她来到厨房 打开灯说 厨房里没有妖怪 你看汤勺就在那里 快去拿过来吧 吐小乐这才 多多说说地去拿来了汤勺 到了睡觉的时候 吐小乐对妈妈说 妈妈能不能别关灯啊 我怕黑 吐爸爸说 开着灯你会睡不踏实的 别怕 爸爸妈妈都在家里呢 吐爸爸 吐爸爸关掉灯 房间里顿时一片漆黑 吐小乐躺在床上 翻过来 翻过去 怎么也睡不着 这时 窗外传来一阵 沙沙的声响 吐小乐吓得把头 缩进了被窝里面 过了一会儿 沙沙声没有了 吐小乐装着胆子 悄悄朝窗户那边 看了一眼 哎呀 窗户外似乎有什么东西 吐小乐吓得从床上跳下来 尖叫道 爸爸妈妈快来呀 窗户外面有怪物 吐爸爸和吐妈妈赶来了 安慰他 傻孩子 哪里有什么怪物啊 兔小乐说 真的哟 住在窗户外面 我刚刚看到了 兔爸爸走到窗户边 看了看 顿时笑了起来 说 小乐 你要不要看看你说的怪物 小乐 就这样 是大树枝的影子 他恍然大悟道 原来是这根树枝在吓我 根本没有我想的那么可怕嘛 可是兔小乐还是有点担心 他对爸爸说 爸爸 刚才我还听到了奇怪的声音呢 树可是不会发出声音的 爸爸想了 爸爸想了想说 你到爸爸妈妈的前面来 我们一起来解开这个谜 好吗 吔小乐 大着胆子 站到了爸爸妈妈的前面 外面 静悄悄的 什么声音都没有 这时 刮来了一阵风 风儿把树吹得摇晃起来 树枝刮着窗户 发出沙沙的声音 吔小乐摸了摸脑袋 说 原来是这样啊 吔爸爸哈哈笑着说 现在你明白了吧 那些怪物啊 都是你想出来的 从此以后 吔小乐变得勇敢了 这天晚上 突然停电了 吔小乐主动说 爸爸妈妈 我知道 手电筒在哪里 我去找 终于安全哟 天太黑了 爸爸妈妈叮嘱的 话刚说完 屋子里就亮起了 一束光 爸爸妈妈看了 高兴地说 小乐不是胆小鬼 是爸爸妈妈的好帮手 现在的吐小乐 在幼儿园里 也不再胆小乐 这一天 猴小皮又拿出小喇叭 在吐小乐 耳边使劲吹了一下 吐小乐一点也不怕 他说 猴小皮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你再这样做 我就告诉老师 猴小鸡 猴小皮 伸了伸舌头 不好意思的 下了 在树下 玩游戏的时候 一条毛毛虫 从树上 掉下来 落在 吐小乐的 衣服上 站在 吐小乐 旁边的 猫小咪 一下子 吓得全身的毛 都竖了起来 他 捂着眼睛 跳到 伤不开外 叫道 快让他离开 快让他离开 要是以前 吐小乐 也会吓得 跳起来 可是 现在 他一点 也不慌 只见 他用手指头 轻轻地 把毛毛虫 弹到了地上 像没事人 一样 一边的 路 老师 看见了 问道 吐小乐 你不害怕吗 吐小乐说 老师 我不再是 胆小鬼 我是勇敢的 吐小乐 路老师 美丽的 蝴蝶 围着草地上的小花儿 翩翩起舞 小熊比尔和小羊 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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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进行 玩偶 大对决 其他的 小动物们 围着 它们 给它们 加油 看我的 看我的 蝴蝶蝶 蝴蝶 蝶蝶的 玩偶 一转 碰 碰 的一声 撞到了 比尔的 玩偶 咔嚓 比尔的 玩偶 一下 就 散架了 顿时 比尔觉得 心里 有一团 火 升起来 一下就 冲到 脑门上 让它 变得 像 一个 快要 爆炸 的 爆竹 比尔 大吼道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竟敢 弄坏 我的 玩偶 我要 你好看 说着 它一把 抢过 捏捏 手上 的 玩偶 狠狠 摔到了 地上 看到 比尔 生气 的 样子 其他 小伙伴 害怕 急了 哄 的 一下 都 跑开了 你们 不和 我玩 气死我了 比尔的 脾气 更大了 他 挥着 拳头 凶 巴巴的 叫道 以后别让我遇到你们 不然有你们好看 说着 比尔转身 狠狠的 朝旁边的一棵大树 踹了 一脚 突然 大树 抖动了 起来 一阵 稀稀 处处 后 从树上 掉下来 一顶 奇怪的 睡帽 只见 睡帽 一半是红色的 一半是白色的 红色的那边有个生气的脸 白色的那边是微笑的脸 这是谁的睡帽哟 比尔捡起睡帽 戴在头上 试了试 居然 很合适 戴上睡帽的 比尔 突然 变成了 一棵树 他看见了 他看见了小羊 蜜蜜蜜 不小心 弄坏了 自己的玩偶 看见了蜜蜜 抱歉的样子 也看见了 也看见了自己生气的样子 脸色黑黑的 眼睛动得有铃铛那么大 鼻子 鼻子好像在冒烟 啊 没想到自己生气的样子竟然这么丑 变成树的鼻子竟然变成树的鼻儿 鼻子竟然变成树的鼻儿 还看见自己气的转身踹了树一脚 鼻子竟然变成树 哎哟 可真好啊 树抖动起来 原来自己生气时这么凶 难怪小朋友都不敢和自己玩 鼻儿想 哎 自己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呢 生气又不能让玩偶变好 现在自己变得又丑又凶 谁还会和自己玩呢 想着想着 鼻儿 鼻儿哭了起来 我再也不乱发脾气了 鼻儿 鼻儿尖叫着醒了 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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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どうだ bel 鼻儿 鼻儿 很快修好了 然后拿着它去找小羊咩咩 咩咩看见它来了 吓得低下头小声戳 比尔刚刚我不是故意的 你别生气了 比尔不好意思的摸摸拿蛋说 其实刚刚我也不对 我不应该随便发脾气 我帮你修好玩偶 等下再一起玩吧 看我的屋顶旋风掌 怕比尔的玩偶又被砸坏了 面面吓坏了 生怕比尔又发脾气 可是比尔只是笑了笑说 好吧你又赢了 不过这次该以来帮我修完偶了 没问题 没问题 欢快的说到大家都说 比尔的脾气真的变好了呢 有一次 比尔比尔路过小老虎 太阳的家门口 突然他听见 碰的一声巨大的摔门声 只见泰格怒气冲冲的 捏着拳头走出来 嘴里还说着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看着泰格怒气冲的 看着泰格生气的样子 比尔觉得和以前的自己真相 于是他决定 于是他决定帮帮他 泰格你为什么生气呢 比尔问道 哼 我要买小火车的玩具 爸爸妈妈不给我买 还说我任性 别生气了 我知道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不如和我一起去散散心 就这样 比尔把泰格带到那棵神奇的大树下 取下神奇的睡帽 让泰格戴上帽子的泰格睡着了 等他醒来后 脸上满是羞愧的表情 他闷闷的说了一句 谢谢你 谢谢你比尔 我以后不会再乱发脾气了 哈哈 又一个半脾气改变了 我分享 我快乐 小松鼠 灰灰和小猪欢欢是邻居 春天来了 灰灰在自己家的门口种了一棵苹果树 他们都很爱护自己的树 他们都很爱护自己的树 浇水 吃肥 捉虫子 有时候还会给树唱歌听呢 终于 苹果树 和 离子树 都快结果汁了 看着 渐渐成熟的果汁 灰灰心想 太好了 到时候我要和好多好朋友一起吃苹果 欢欢却想 哼 我好不容易才种出来 离子 到时候 我谁都不分 我要一个人全部吃掉 这样想着 他还给 离子树 围了一圈栅栏 这天 小猴点点 来到欢欢家门口 说 欢欢 你的离子黄沉沉的 看起来好好吃呀 我能栽几个吗 欢欢连连摆手 说 不行 不行 离子还没熟呢 点点又来到灰灰家 还不等他开口 灰灰就热情的说 姐姐今天我叫苹果树大丰收 我给你栽几个吃吧 我之前炒过了 可甜可好吃了 点点听了 高兴极了 点点吃了 又香又甜的苹果 临走的时候 灰灰又说 我这里的苹果 还有很多 你带一点回去吃吗 点点高兴的说 灰灰太谢谢你了 我带回去给弟弟妹妹吃 于是 灰灰拿了一个小篮子 装满了苹果 送给点点 点点用篮子提着苹果 开心的往家里走去 在路上 他遇见了小兔 小兔朵朵 朵朵 朵朵问 点点 好漂亮的苹果 你是在哪里买的啊 点点说 这是灰黑送给我的 他种的苹果树 结了好多果子 好多果子 赢了好多果子 照顾 朵朵,我椒的苹果树,结了好多苹果,快来一起吃吧。 朵朵甘心地说,谢谢你,灰灰。 灰灰在树上摘了一个苹果,递给朵朵。 朵朵吃完了苹果。 灰灰让她也带一些苹果回去。 朵朵连忙摆摆手说, 不了,我吃一个就够了, 其他的苹果留着给别的小朋友吃吧。 朵朵离开灰灰家, 看到欢欢家用栅栏围起来的离子树。 上面有好多黄层层的离子, 哎呀,真想吃一个。 朵朵敲了敲欢欢家的门, 欢欢出来了。 朵朵问, 欢欢欢, 欢欢,你家的离子好漂亮, 能给我吃一个吗? 欢欢说, 哎呀,不行,离子还没有熟, 吃了肚子会疼的。 朵朵说, 你看,离子都黄了, 是熟的。 欢欢生气的说, 我说没熟就没熟。 朵朵没办法, 只好离开了。 灰灰乐意分享苹果的事, 很快就传开了, 越来越多的小朋友们, 都愿意到灰灰家去玩。 灰灰呢, 她总是会开开心心的, 和大家分享自己种的苹果。 大家吃了苹果, 都夸她会种树呢。 欢欢看着灰灰家那么热闹, 羡慕极了。 她心想, 其实, 分一两个离子给别人吃, 也没什么了。 这天, 灰灰过生日, 一大早, 好多小朋友, 就带着生日礼物, 来到她家。 点点还带来了, 一个大大的蛋糕, 为她庆祝生日。 灰灰感到幸福极乐。 过了一段时间, 欢欢也过生日了, 可是, 她的家里, 冷冷清清的, 谁也没有来。 这时,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是灰灰带着生日蛋糕来了。 欢欢伤心地说, 大家都不来我家, 他们都不喜欢我。 灰灰说, 欢欢, 只要你学会分享, 大家都会喜欢你的。 我把大家都起来离这里, 吃驴子, 好吗? 欢欢点了点头, 说, 好, 我愿意和大家分享。 很快, 小朋友们都带着礼物, 来为欢欢庆祝生日了。 欢欢过了一个快乐的生日, 心里可高兴了, 她看着树上的离子, 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 她来到灰灰家, 说, 灰灰, 我的梨树上还有很多梨子, 你的苹果树上也有很多苹果, 我们把它们摘下来, 请来所有的小朋友在广场上开一个水果聚会吧。 灰灰高兴地说, 太好了, 第二天, 欢欢去村子里, 挨家挨故地邀请小朋友, 请他们今天晚上去广场上参加水果聚会。 灰灰呢? 他搬了一把梯子, 先把自己家的苹果树上的苹果都摘了下来, 接着他又去了欢欢家, 把梨树上的梨子也摘了下来。 到了晚上, 广场上亮起了灯, 小朋友聚集在一起, 每张桌子上都放着香喷喷的苹果和梨子, 许多小朋友也从家里带来了好吃的零食和水果, 让大家互相分享。 小朋友聚在一起, 有的唱歌, 有的跳舞, 欢欢高兴极了, 他终于懂得了, 越分享, 越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